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 我是董家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 几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中冷观察宵起来 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山东舰高端的穿越台湾海峡 进入南海展开第二度的远航的远讯 而且当中我们注意到 还有解放军的战机 舰的战机心服役的进行了相应的演讯 最新的情报披露 说解放军的山东舰的战机 频繁的演讯 起降的训练已经达到了作战的状态 同时解放军现在两个航母战斗群 都有相应的演讯 让台湾 让美国 让日本高度的关切 到底这个远航的演讯 显示两艘航母战斗力 未来如何在台海或者南海的作战当中 使用呢 新年会关心 另外关注一下 美国针对中国大力的发展航母 包括新的075的两栖攻击舰 美军调整新的海事的策略 提到六大措施 专门针对中国 新年关心 还有留下台湾最近有连串的 实弹的射击 虽然是年底12月份 台湾连串的实弹射击当中 指明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一方面 有无限高的导弹测试 可能是征程版本的巡洋导弹 还有针对解放军战机的 所谓台湾各个基地 高射机枪和导弹的 相应的实弹的射击 也是有所意图 新年会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美国的情报 说抓现中国的火箭军导弹部队 已经增加到了40个旅 都有升级 而且是长短搭配 另外关键是有新的 最新的单头的更新 美国大为了震惊 同时认为是芒刺赛倍 美国怎么防患 新年会分析 还有一个最新情报说 最近进入冬季朝鲜的货船 频繁在周边出现 进行相应的货运 当时的美国和日本的舰艇 也进行一路的追踪 而情报显示 每次当这个美日的舰艇 出现在周边的海区的时候 解放军必然有海空的跟随 同时有监针 监控美国的动作 美日如果演习 解放军出动的舰艇 会超过10艘以上 如果美日对朝鲜的舰支 展开动手 解放军有什么阴影动作 今天都会关心 不过首先看看 就是最新军情电报 现在关注下台南岸 最新的军事情报消息 台湾军方声称获得美国的出口 出售的许可 美国将会向台湾提供 美制的所谓数位声纳 帮助台湾自行建造潜艇的计划 台湾声称大为的振奋 我们知道台湾正在打造 所谓自己的自行建造潜艇的计划 而当中有所谓红驱的装备 红驱装备的台军 台湾是不能够自行研发生产的 主要是靠美欧秘密的引进 秘密的出口 因此这红驱装备对于台湾的潜艇 非常的关键 当中当然是包括了引擎 鱼雷 导弹 声纳等等一系列 重要的装备台湾必须要引进 而美国现在宣布 把数位声纳系统提供给台湾 让台湾的潜艇增加了 苏所的大范围的相应的 数位声纳的系统 有利台湾的潜艇发展 同时 声纳之后台湾可能还会获得 美国卖出这个重型的鱼雷 包括导弹等攻击的战斗系统 让台军的潜艇计划有所增长 台湾这个计划是希望建造8艘的自制潜艇 未来4年之后 也就2024年第一收入政治服役 台湾说非常是在台海 展开潜艇的伏击战 因为台湾自行研发的潜艇 获得美支的声纳和相应经营系统之后 有效在台海展开攻击的 它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 使用的是柴电的引擎 柴电引擎一旦下潜 下潜的时候使用的是锂电池的引擎 而这个锂电池引擎相当的超进阴 台湾的技术应该做不出来 应该是秘密从日本引进 情报说可能是日本提供的 超进阴的锂电池引擎下潜之后 而且台海我们知道 潜海区非常的吵闸 很多别的货船货轮等等 经过很多渔船 因此非常吵闸的环境 非常适合这个超进阴的锂电池的潜艇 进行潜伏 台湾说一旦有了这个大批的潜艇潜伏 在台海能够有效地 伏击攻击解放军的 大型的两栖登陆的船团 而且美国现在有可能 在静音的这个相应设备之后 还会向台湾提供 所谓MK48型的重型鱼雷 这个话题说了很久还没卖 明年有可能正式给台湾供货 MK48的重型鱼雷能够发动重型的攻击 美国声称 一枚这样的鱼雷如果打中大型的舰支 包括解放军大型的两栖登陆线 一枚就可以攻击让对方损失一个赢的兵力 当然这是美国推销武器的自夸自脸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 这种鱼雷确实有杀伤力 台湾说未来把大型的潜艇和潜艇战 伏击区射在台海 有利于台湾的拦截解放军的登陆 另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导弹部队 台湾的中山科学院 专门研究导弹的部队 也专门地进行了12月份的一个规划 提到12月份密集地展开昼夜的试射 当中引起最大关注的 主棚的台湾导弹 基地秘密要试射这个导弹的试射 提到最大弹道的高度标注是无限高 无限高可以有充分的想象 一般相信情报显示 是台湾增程版本增加射程的 所谓熊二一巡航导弹 它的射程会由原来的600公里 增加到1000公里增加射程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所谓相当于中程导弹的巡航导弹的水平 而且攻击力会大为的提升 会要量产250枚以上 而且在这个12月份 昼夜 白天黑夜都要秘密试射当中 多次试射呢 它还有飞行的轨迹和轨道呢 是要绕着台湾岛的上空 不断的L型的飞行 实现所谓这个贴近地形的变轨 这是一个攻击力的提升 另外未来如果量产250枚的话 对中国大陆是有威胁的 因为这种增程版本的巡航导弹 如果放到台湾的外岛 也就金门马祖非常逼近中国大陆的福建 或者放到台湾的军舰上 逼近中国的沿岸线来航行的话 来发射的话 它的打击的覆盖范围 如果真的增加到1000公里的话 已经可以涵盖到 这个相应的中国大陆的福利 包括浙江 上海 福建 广东 江西 湖南等 10个省区市相应的这些福利 对中国的威胁是提升的 因此不得不防 这提到台湾的动作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关于中国大陆解放军 2021年现在接近年底 也有很多新的情报消息 最新的情报消息 全球非常杂誓 引述了台湾一个情报也提到 2021年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空军 注意啊 空军 空军的装备战斗力实力 可能会有大的跃升 也会有整体的升级 有新的装备战机会亮相 我们知道在今年 解放军的轰6M 注意这款新的改进型的 轰6M战机的 已经出现了带弹道导弹 新型弹道导弹轰6M 带弹道导弹进行攻击演练的画面 引起西方的关注 另外呢 中国国产的发动机 大型发动机也有升级 使得中国的运20 运20大型的运输机升级 而且有量产 未来2021年 有可能成为解放军真正的 大型的空冲加油机实现 打击半径的挪伤 同时也可以看到 空冲加油机一般 解放军的歼31 所谓FC31这款战机 在2021年呢 有可能正式地上航母 成为这个新型的舰载战机 这密切关注 另外解放军的轰6M这款战机 还可以带无人机 现在情报说2021年要实验 轰6M带两款中国的攻击无人机 这两款无人机的 一个名字叫暗箭 一个叫亮箭 两款无人机都可以展开这个攻击的 带无人机来进行攻击 也是一种新的打法 最关键的是 明年入役的新战机当中呢 有可能亮相的是所谓轰20啊 外间传了很久的轰20 解放军新一代的隐形的 远程的轰炸机轰20 什么时候亮相呢 现在情报说有可能在明年2021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 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型的武器呢 来亮相来献理 有可能呢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呢 要展开大规模的阅兵当中呢 也会展示轰20这款新型的 远程的隐形的战略轰炸机 同时明天亮相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巡航导弹 空射巡航导弹亮相 密切地关注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据美国海军新网报道 现今就数量规模而言 美国海军有68艘潜艇 比中国大陆解放军大约66艘 略胜一筹 不过单据数量来说 朝鲜估计拥有71艘潜艇 数量是第一 不过朝鲜的老旧潜艇呢 战斗力与大果 不在一个水平上 俄德斯有64艘潜艇排在第四位 美国说 未来十年到了2030年之前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潜艇 可能会比美国多出大约10艘 解放军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潜艇舰队 而美国的海军造舰计划 规划美国海军未来 要打造更多的美军的潜艇 美国未来一年会造 三艘的维基尼亚基的 核动力攻击潜艇到2020年 美军会拥有70艘的潜艇 30年之内美军会达到92艘潜艇 未来十年 美国海军将彻底淘汰 四艘俄亥俄机的核潜艇部分 会由装备了更多巡航导弹的 第五批次的升级版本 维基尼亚基的潜艇取代 而美军的情况分析 相信到了2030年10年之内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潜艇部队 会达至有76艘 而中国最近完成了扩建专门 打造解放军核潜艇的 舶船中工造船船 新型的攻击潜艇和大大导弹 核潜艇可能很快会出现 而美国的卫星也追踪到了 中国有新的潜艇将要出现的迹象 最新的情况说 解放军现在许多的潜艇 都是裁电动力型的 与美军的核动力潜艇相比 解放军的常规动力的潜艇 体型较小 航程较短 建造维修速度快 很适合用来执行中国大陆周边的 潜水海域的军事的行动 而内地的官方媒体最新发布了 解放军新型潜艇 开启陌生水域 与新型的驱途舰反显去升级 护卫舰 散开实战冶炼的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征服器逼准部署 远程反舰导弹计划 日本新型的反舰导弹 不仅可以在路上发射 也可以在舰船 战机的平台发射 最新的情况批评说 目前 日本的罪队安防系统 装备有104枚的反舰导弹 重点防范追踪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舰艇 当中包括22枚12式的车载反舰导弹 以及82枚88式的车载反舰导弹 两款导弹 都是日本的30中工原制的 日本防备大船 安心工程 经表示 由于周边国家 特别是中国军方的 早期预艇和控制能力 有了协助提升 日本必须要开发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 才能在日本的近海岸 远程的攻击敌方的舰艇 另外 根据军情况的水量目 找到最新的情况 日本也决定要重新改发 远程的巡航攻击导弹 日本将要改良12式的地对线导弹 使它可以在线艇和炸机上发射 可以攻击地面的目标 12月下旬 这个夜晚会在日本内阁表决通过 新型的12式导弹的射程 会从现在的100多公里 延长到几百公里 而日本新的巡航导弹 具备隐形性的内海地域 避开敌方的身侧雷达 可以攻击敌方的导弹基地 特别是针对中国和朝鲜的 导弹基地和实惠所 可以发起精准的攻击 而日本防备上明年也会增加 金飞行星 导弹大型化和导弹 增加阻异等改良升级工作 据台湾中国射爆破岛 台湾军方在紧邻中国大陆福建的 最新距离只有9.25公里的 台湾的马祖岛 展开了8寸口径榴弹炮的射击演练 台湾军方生成实弹射击的延续 对对具有下指压制作用 根据军机关的水栏目 掌握最新情况 台湾军方在马祖岛部署的 这款美国制造的榴弹炮 最大射程16800米 火箭弹的增程 达到射程可以达到29公里 而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期间 美国从日本紧急的军援到台湾的 就是这种拉村口径的榴弹炮 有70门 因为确实的操作火炮不受电子干扰 而且炮弹价格远比导弹和火箭低廉 因此在电子战的今天 这种火炮还有一定的实战价值 也有最新的情况说 台湾军方希望把雷霆2000的火箭炮群组 进驻到马祖直接威胁福建 有香港军事部员指出 台湾避免刺激中国大陆方面 近年来极少在外岛马祖金门 中炮实弹展开射击 不过近年在美国国会重生 协助台湾军方维持所谓 足够的军事能力强化美军 在鹰派区内的军事能力的结盟之下 台湾的参议文章就要求台湾军方 在福建竟在咫尺的马祖岛上 发射巨炮实弹明显是政治挑衅 配合特朗普唯独北京的军事策略 所谓的乙武巨统 具体的部署考虑 而台湾军方利用金门马祖两个外岛 逼近中国大陆的地理条件 一旦迅速地投送台湾的火力 吸扰大陆的福建沿岸的经济发达地区 妄图在台海开战的时候 起到牵制中国大陆解放军 大举渡海攻台的作用 另外因中国大陆战机不断地绕飞 台湾飞行政治飞入台湾的所谓空防群 12月开始 台湾的空军要求 各基地加强台军的警告射击演练 各类型台军战机模拟 空中的敌行演练各种的突发状况处置能力 台湾的空军司令部要求台湾的空军 连队必须设定空中的战斗许异 紧急起飞拦截 游领队是各种紧急的状况实施 警告射击演练 也就是开炮警告射击 针对监控驱力状况强化台军的所谓应配能力 不过台湾的空军司令部否认 额外增加紧急射击训练 强调这是台湾空军的例行的 实弹射击演练 但是要尽量避免擦枪独火 好 评论听到台湾军方连串的 军事的演训动作都跟实弹有关 一方面马祖火炮实弹演训的香气 在福建都能听到另外台湾的空军基地 全部实弹射击的所谓警告驱离演练 问一下马先生 台湾这连串的好像逼近实战的 都是实弹的演训 对解放军来说要提高什么样的警惕 会不会两岸特别是战机层面 会有擦枪走火的机会 这马祖岛离大陆只有几公里 它这个大炮口径是203毫米 所以它射程可以到十几公里 如果用增程弹那可以打20多公里 也就是说它这个203大炮 可以威胁到大陆 马祖只有10平方公里 驻军非常小 非常少 如果真是解放军要打的话 肯定守不住的 守不住也打 很明显 就是蔡英文要向这个台军 向台湾人民 向这个大陆方面 表达一个打不赢也要打 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 这么一个所谓决心 好 关注到是有关台湾军方啊 实弹操演当中军事的训练 我们注意到呢 最近特别是 就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解放军的战机 可以说是密集几乎每天 每天都会飞艇到台湾周边的海区 展开这个飞行台湾大飞的紧张 也是疲于奔命的追逐 为了应对解放军战机呢 除了台军的所谓实弹射击驱离的 向演训警告以外 台湾现在也取消了元旦的 所谓战机的在各个城市上空的 通场飞行的表演 干什么呢 主要是让战机 有更多的休整和备战的时间 应对解放军每天的飞行来追逐 这个话题先放一边 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呢 美国发布情报说呢 发现中国大陆解放军部队 提升火箭军导弹部队 最近情报说呢 导弹部队已经有40个旅 而且这些导弹呢 有步行的多弹头的隐形弹头新的变化 美国盲刺在背 看一个面段 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 12月份发布的世界2020年度 核武报告指出 中国大陆解放军火箭军部队 一共有40个弹道导弹 比2017年增加了35% 而目前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仍然 在秘密的组建新的单导导弹旅 美国的报告说 解放军的火箭军有12个旅 属于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 而这两个战区主要处理台海 与南海的军事任务 同时美国的报告说 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 新班数的单导导弹旅 拥有单导式或者巡航式的导弹发射器 飞行图像也显示 解放军的火箭军 位于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的基地 近年来有扩大和设施升级的迹象 最新的情况分析是中国军方和官方 一直都没有公布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 核武器储备的数量 作为中国大陆解放军 战略核反击的杀手锏黄牌 保持了神秘的威慑力 不过美国这本最新的报告估计 中国已经一共生产了大约350枚的核弹头 当中204枚是陆基核弹头 都是有48枚是潜射的核弹头 20枚是空头式的核弹 一共有272枚的核弹 随时可以投入战场使用 同时美国的报告也指出解放军的空军 现有与正在研发当中的解放军的战略轰炸机 正在试验携带核弹头的空射的弹道导弹 最近发现了解放军的轰流 挂展了一次高超音速的滑枪弹头实体的模型 不过对于解放军目前的具体发展的进度 美国承认并不掌握 在解放军海军方面 中国已经研发了第三代的单导导弹核潜力 水下精英攻击力提升 美国守解放军这350枚的核弹头当中 还不包括空射型的单导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装载在东空五行的 洲际弹道导弹内的独立多弹头 美国的报告声称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火箭军核武部队 保持在低警戒水平 也就是平时 部署的时候没有安装核弹头和燃料 而多数的解放军的核弹是储存在中央的储存设施 少数存放在各地方的基地库 核导弹的发射机导弹和弹头是分开存放的 最新的军事分析相信作为中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措施之一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部队 在2015年升格成为中国第四大的军种火箭军 而火箭军在中国应对和反制 美国的军事压力方面扮演着重要关键的威慑的角色 最新的情况譬如说 美国届时到2019年储备了美军大约3800枚的核弹头 俄勒斯储备了大约4500多枚的核弹头 都是中国的十多倍以上 而印度的核弹头的储备量不明 美国这份报告估计印度本土制造的印度的核弹头 大约150枚 另一方面中国与俄勒斯就发射弹道导弹 航天运载火箭相互通报的协议延长10年 凸显中国与俄勒斯在战略武器上的战略呼吸 好 平常接下来美国公布情报 提到解放军的火箭军导弹部队已经升级到40个旅 而且有不同类型的各类型新的导弹入役 同时美国也评估了中国的核武器到底有多少 它只是美国的推算 中国神秘的核反击的威慑力当然是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攻击力的 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传员宋兆文 宋兼弹以内在区内掌握的情报 解放军部队升级的核武的攻击力 包括中长城的导弹 让美军如果介入台海 介入南海 甚至在中国周边是不是有所忌惮 它的确会使用美国不敢轻易介入台海周边的战事 但是因为中美相互是最大的假想敌 美国也在积极提升他们的军力 向重新启用第一舰队的同时 他们要起封两艘大型的核能航母 它让第一跟第七两个舰队在太平洋 印度洋相互呼应 美国17倍音速的极音速飞弹 已经完成了作战测试 它如果部署在日本跟南海 是会对大陆产生威胁 美国现在也积极扶持日本的军力 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美国协助下 目前正在积极提升F-15J的作战性能 好 有关中国核武器包括火箭军导弹部队最新的发展 包括攻击力的话题先放因为本周另外交点 中国国产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高调地穿越台湾海峡 引起台湾高度的紧张 同时穿越之后就要在南海展开远程的训练 我们知道这是山东舰国产航母第二次展开了远航的训练 而且在远航当中也要展示解放军新的舰载机 昼夜起降作战的状态 同时美国也调整了海上新的所谓海上策略 6招针对中国 看一个片段 正常安排根据训练需要会继续组织类似的行动 同时解放军海军的发言长调解放军的山东舰航母 如列服役一年以来 顺利完成了舰载战机起降 实际使用武器作战系统调试等任务 而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在试验训练当中不断的提升 而台湾联合报移出台湾军方高层的情报消息 说台军一时动用联合的情报证件 追踪解放军的山东舰航母编队的动向 同时发现解放军的山东舰航母与4艘的护卫舰艇 在今年12月中旬已经离开了辽宁的大连港12月20号 经过台湾海峡航行继续向南海航行 台湾军方声称启动台军的所谓联合的监阵的系统 海空的追踪 所谓全程掌握 解放军航母编队在航行当中的动向 台湾军方还派出了6艘船 和8架次的台军的军机展开监控 台湾的军方首长和参谋总长 也紧急地进入到作战指挥所一路的关切 而根据军情况来说 我们找到最新的情况 台湾军方一直有专门的小组 全力地追踪解放军的辽宁舰 山东舰 这两个航母编队最新的动向和演训的情况 台湾军方掌握的情报声称 发现解放军 辽宁舰 山东舰 密集的过去一年多 展开了密集的昼夜起降舰载战机训练 战机在航母上起降 昼夜起降频率 已经达到了作战频率 台湾军方现在相当关切 几方军的山东舰 在南海进行高调的远航演训之后 实行台海返回 还是绕台湾岛的西面返回大连 另外最近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流传的 有关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下一艘正在建造的航母的图像来判断出 几方军下一艘航母的规模 虽然无法准确地推测 这艘正在建造的航母的排学量 不过有军人们相信 从它超出了现有的解放军 用两艘航母的舰体水线长度来判断 这艘中国正在建造的新的航母的主尺度上 将会进一步扩大中国 下一代的航母 已经迅速地走上进一步扩大航母的尺度 和吨位的道路上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发布最新的 美国的所谓海上的战略文件题目是 海上优势美军整合海上各领域的权利 而在美国海军这份长达 36页的战略文件当中 特别把中国与俄罗斯当成美国的两大威胁当中 又特别指示中国 是美国唯一具备经济和军事能力 能够给美国构成长期的全面挑战的对手 美国海军基本战略报告有五大主题 包括第一 维持强势围堵中国 第二 充分利用美国海洋部队各个单位 互博能力创造整合全方位的美国的海上力量 第三 是强化与美军与盟友伙伴关系 第四 大胆现代化海上力量 包括更小和灵活甚至遥控的战线 维持美军的所谓有效的组合力 保持美军的海上优势 第五 是如果对手把情势恶化成为冲突 成为美国的敌人 必须要控制住海域 美军必须要阻绝起目标 绝起武力 以保护所谓美国的国土 防卫盟邦 美国还特别提出了所谓六大目标针对中国 不过中国大陆军方和官方都多次强调 美国在不断地渲染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 是希望打造一个中国作为它的假想敌 渲染中国的威胁 争取美军更多的军费 拉住美国的盟友 同时美军希望继续打造和保持海上霸权 好 评论提到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山东舰穿越台海进入南海 展开远程的演训 虽然是在冬天 但是演训还有天气实战 另外 美国台湾高度关切的是 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舰载战机 密集地展开昼夜的起降训练 达到作战的规模 到底怎么看 稍后来分析一下 特别是辽宁舰加上山东舰 几方军两个航母战的军 有没有可能在明年2021年 展开台海 东海 南海的双航母部署的战略 另外 新型的舰载战机 上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战力 包括正在秘密研发当中的新一代的 几方军的航母什么样 稍后来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美国的情报说 最近发现朝鲜在海上非常的活跃 朝鲜的舰支 包括运送的货船 秘密的航行 美国 日本的派出军舰尾随 而这个时候美国也发现了几方军 必然 几方军有军舰 也会紧跟着美日的舰艇 而且美日演习的时候解放军出动 超过十艘的军舰进行跟舰 稍后来分析 回到军舰观众视频 多关注消点 临近年末中国国产的航空母舰 山东舰穿越台海道南海 展开远程的演训 虽然是在冬季 但贴近实战演训当中 舰载战机不断起降 而且与周边的舰艇 展开相应的实战的演练 请马先生来劝点一下 马先生我们注意到呢 山东舰已经是第三次 展开远程的演训 现在距离未来两艘航母 在南海 东海的应用 有什么样的最后的一个冲刺 中国的山东号航母 从这个黄海 东海 到穿过台湾海峡 到南海执行这个远航任务 这个阶段还是很初级的阶段 因为首先是要实行 人机合一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就是 航空母舰本身 和航空母舰战斗群里边的 舰载机 和其他的护卫的舰艇 要形成联合战斗力 再进一步呢 就是要贴近实战的实战演习 再进一步就是多国的联合军事演习 当然最后就是投入实战 是的 同事要问一下呢 就美国也不断地调整 这个海上的战略 重点围堵中国 美国是要调集重兵呢 在中国周边是海空的 一种围堵和压迫 几方军航母 包括别的舰艇如何的反制 那么作为航空母舰 和航空母舰战斗群 它的任务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突破第一岛链 把这个未来的战场 摆在太平洋 甚至摆在东太平洋 是要包括航空母舰 包括这个远程轰炸机 包括远程的导弹等等 这些投送兵力和火力的 这个整个国防力量 要预敌于国门之外 好 第二是中美海军的海上的战略 特别是解放军的国产的航母呢 展开了相应远训 中国航母未来不断打造和升级当中的 解放军航母的运用战略 这个话题先放一篇 本周另外关注消息点 美国发布一个情报说 发现朝鲜 朝鲜最近 非常频繁地活跃在海上的活动 美国高度的关切 同时美国和日本派出舰艇 在区内在东海追踪朝鲜的相应的舰支 同时解放军的舰艇也会在后面 紧急地盯住美日的舰艇做出戒备 关键是美日如果有演习的时候 解放军甚至出动超过10艘的舰艇 进行跟肩 进入军情互动 回应一下星期观的小朋友问题 大家注意到美国主动发布说 美军的舰艇 包括日本的舰艇 在海上主动地跟踪监视朝鲜 相应的货运船支的时候 发现解放军也会在海区内不远处 紧紧地跟监视美军的舰艇的动向 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中国军方的动作是戒备 区内的正常的戒备 同时如果美国对朝鲜 或者日本对朝鲜真的动手的话 解放军舰艇海上有什么阴影策略 据外电报道 美国和日本发现北韩 在东海海域进行贸易 是怀疑它有违反联合国的决议 那么就是在监控中 同时也发现在场有中国的舰船 那么估计呢 一个可能也是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一个也是要在场 看这个美日北韩三方它的动向 然后再做一个应对 中国有俄罗斯的空军再度展开 中俄联合的空中的战略巡航 上一次是在去年的7月 而这次最新在12月这一次 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出动了4架轰6K的战略轰炸机 同时呢俄罗斯出动了2架图95的轰炸机 另外还有预警机 还有俄罗斯的苏35战机 中俄的战机群呢进行战略的巡航 让周边大卫的关注韩国声称呢 中俄的战机进入到韩国所谓防空识别区 不过在此之前的解放军 透过直通电话向韩国通报了 这是例行的训练 俄罗斯的苏35战机呢 也驱离了逼近的日本的战机 中俄的战略巡航实际上 是一种战略协作的高度的互信 同时也是震慑潜在的对手 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金字关大使家路三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niet 词を求您好 那些太大 这些都讓我们一起去 欢迎